美國官員說,猶他州南部一場山火火勢加倍 美國西部幾場山火同時蔓延西部地區持續的高溫天氣為消防員 滅火的努力增加了難度 高溫乾燥的天氣也令外界對7月4日即將來到的美國獨立日感到擔心 因為延放煙花炮粥和在後院燒烤是獨立日的傳統節目 有關官員說,猶他州又有400戶家庭被疏散 較早前,猶他州南部一個冬季滑雪場所附近的700名住戶已經被迫撤離 有關官員說,非常山火是由一個度假村附近一個住戶用火把焚燒野草引起的 現在已經覆蓋了100多平方公里